在东京都内,从新宿出发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个受日本人喜爱的登山好去处高尾山。 高尾山一直被视为林山,因为地处、亚热带林与温带林交界处,所以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此外四季景致,各有特色,交通也方便,又有历史悠久,香火鼎盛的药王院,因此平均每年登山人数竟然有260万人次之多,登山人数堪称全世界第一。 要前往高尾山非常容易,最简易的方式就是从新宿搭乘京王县直达高尾山口站,也可以选择搭乘J2中央县到高尾站,再从高尾站转成京王县。 出站后,随着人朝商店街方向,就可以看到显眼的药王院石碑,表餐到两侧有许多间桥卖面专卖店,山药桥卖面正是高尾山的名物。 高尾山标高599公尺,从山脚到高尾山顶差不多3.5公里100分钟左右的路程。 除了徒步登山外,你也可以选择搭乘登山缆车或是登山吊椅。 缆车15分钟一般,吊椅则可随时搭乘。 高尾山登山,可以有三条路线选择,最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的一号线最为休闲,途中有展望台,小卖部和药王院。 如果从一号线直接徒步登山,约莫走到三分之一左右的路程时,请务必在金比罗台展望台停下你的脚步。 这里是高尾山少数,可以完整远票东京都心的角度。 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看到东京的最新象征晴空塔,这样的景色必定能让登山客心情也开阔起来吧。 第二个展望台附近也是登山吊车与缆车的搭乘处,路途中唯一的小卖店也坐落在此。 徒步登山的游客可以把这里视作中途休憩处,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来高尾山的人几乎人手一只的芝麻团子,不管是白芝麻还是黑芝麻团子都香气十足。 而另一个必吃就是包着满满黑豆馅的天狗烧明雾了,甜而不腻的内馅,外酥脆内有嚼劲的饼皮口感,让这家位在高尾山缆车车站旁的小店,常常在望迹排上一个小时。 高尾山上有一棵树林达七百年的超古老山树,据说是高尾山守护神。 高尾山有着特殊的天狗信仰,据说灵气十足的高尾山至今都还有修行着的天狗栖息着,而天狗正是坐在这棵山树上守护着参拜者们,所以这棵山树又被称为天狗小气山。 对天狗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在附近小卖店找到为数不少的天狗周边商品。 到山顶途中最后的景点就是要往院了,这个坐落在山中的大型寺庙群,是奈良时代就已开山的古老院落,是除恶开运的圣地。 高尾山山顶是远眺富士山的好去处,特别是冬至前后的谎话,还可以看多钻石富士。 大家有机会,请务必亲身感受一下在东京登山的乐趣吧。